慈青聯誼會兒歷之年 新竹靜思堂舉辦慈青三十回娘家活動 32歲的林佳生 曾是雲林科大的慈青 這場家劇她怎麼能不參與 因為我媽很愛看大愛的劇場 然後所以我就被影響 然後那時候就決定 我進大學要進慈青社 奇妙的姻緣 讓她走進慈濟大家庭 不只求學階段是慈青 畢業後也受政成為慈激職工 但個性內向的她 其實有人群恐懼 我其實很喜歡獨處 然後如果不要跟人家互動 就盡量不要跟人家互動 所以後面這兩年 我整個開始壓力很大 然後甚至是有點逃避進來 進食堂 去年因為開始參加讀書會 然後常常聽上人的法 然後我就覺得 有新的能量進來了 家住竹北的她 因為組隊的志工年紀都大了 急需年輕人接棒 她也努力克服自己的弱點 期許能把協力隊長做好 我那時候只想到上人 所以我就出身說 好 那我來承擔 那麻煩大家就是要挺我 幫助我一下 可以感受到 食用世界的溫暖 或是他們的笑容 我覺得這對我還是會有一些幫助的 既然勇敢接下任務 林佳生也樂於付出 期待在勤勿的不斷磨練下 造就一個更有承擔力的自己 帶新聞知聖美志工胡元貞 王瑞文新竹報導 西伯峰